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这个采访的主题 Why I Work 我觉得对我来讲保持工作高强度复合的工作 一个最大的动力也是出于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喜欢拍照这件事情了 因为我自己其实从小是学小一琴长大的 从三岁开始学琴一直学到二十多岁的这样一个年纪 那这十几岁的琴灵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部分 也是很大的兴趣爱好 但是自从我遇到了拍照 我觉得拍照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之前十几年 对于拉琴的兴趣 所以可见我对这件事的热情有多大 那也是之所以有这样的热爱 才会让我就是废琴忘时 就算是在休息的时间没有拍摄的时间 也会自己在家里研究一些拍照的技巧 看一些教程然后看一些画册等等 就是保持一个不断学习的状态 那除此之外呢 让我保持工作的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拍照带给我的生活方式 是一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生活方式 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 没有人拘束你 然后相对而言没有人拘束你 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记得很早以前 我的所有社交网站的签名都是这样一句话 就是为了自由和理想 为了干净而单纯的生活 那这样一句签名呢 也是一直到现在我做任何决定 然后我朝着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去靠近的一个原则 那我觉得摄影可以让我无限接近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很自由的很单纯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也是呢 Why I work 最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 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三个人 如果要列举的话 头两个应该是我的父母 因为我真的非常感激他们 虽然我出现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 然后从小父母对我的管教也比较严格 然后让我学习古典音乐 希望我可以好好念书 去好的学校 受到好的教育 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当我做出决定 从哥拉毕业之后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来自家庭的很大的困难 但是说实话并没有 一点困难都没有 因为当时毕业的时候 父母是完全完全支持我 没有任何的质疑 甚至都没有多问两句话 非常的信任我可以对自己做出的决定负责 并且是通过理性的思考 来做出这样一个重大的人生的改变 所以对我来讲 我心里一直都非常感激 我的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然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父亲他自从退休之后呢 也开始培养起了新的兴趣爱好 也就是拍照 他自己买了一台相机 是尼康的相机 然后在平常呢 也常常出去游山玩水 会发一些风景照的图片 然后我觉得他还蛮有 这方面的拍照的天赋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再过几年看到 他也可以办一个摄影展 然后第三个人 对我的职业影响很大 他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崇敬的摄影师 叫做Paulo Reversi 他对我来讲呢 是我觉得是为我提供了另一种新的 在美学上的新的审美方式 因为他的作品 他的风格在国内 在中国 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一种 一个比较小众的拍摄风格 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 个人符号的风格下呢 他的作品依然可以登上 现在国际一流的时尚杂志 所以我觉得 首先我非常喜欢他的美学的 这样一个独特的风格 其次他也鼓励我 就是说做一个摄影师 你可以坚持自己的风格 其实一开始他看上去比较小众 但是你如果可以把这样一种风格 做到极致的话 你依然可以成为一个大众市场 认可的摄影师 我觉得每个摄影师都会使用不同的方法 来强迫自己打破已有的条条框框 去有新的突破 那对我来讲呢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给自己安排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 并且我会强迫要求自己 每做一组新的拍摄 必须要比前一组有进步 不管这个进步呢 是大还是小 非常细微的进步也好 必须要让我自己看到 我无时无刻的都有在进步 当然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 也就必须要求我自己做到 在工作之外的休息的时间里呢 无时无刻的都在关注 如何可以让自己保持 技术上以及想法上 审美上各方面的提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还有当然也有一些时刻呢 你会觉得灵感枯竭 无论如何都提不起镜头 来继续坚持这样高强度的工作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 我也会选择多去纽约的博物馆啊 画廊啊 以及走走看看 以及去尝试一些摄影之外的 和美相关的东西 去看一些书 看一些诗集 看一些电影等等 暂时把自己放空 很多时候你可能出去走了一圈 回来之后 尝试一些其他的东西 回来之后你反而会觉得 对于摄影这件事 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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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希望看到自己不停地保持 精神上的成长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并且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断在成长 不断在进步的人 所以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不管我处在任何的行业 处在任何的年龄 在任何的地域 这一点都是不会变的 第二对我来讲 第二重要的可能就是 生活方式上的自由 我非常非常希望一种 相对而言 没有约束 可以顺其自然 听从自己内心的生活方式 所以自由的生活方式 对我而言非常的重要 第三重要的就是 家庭 我的家人对我来讲 是不可或缺的 没有他们 我也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 可以继续我的职业 做摄影这个行业 当然也会有一些挫折 对我来讲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可能最觉得比较艰难的 这一次处境就是 在一年前的时候呢 当时因为决定要搬工作室 为了可以让自己 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 做一些独立的拍摄 那么当时呢 在纽约就是看到一个 很好的地段的房子 非常适合拍照 那么但是那个 要租下来这样一个房子呢 当时他们的这个房产公司 就是要求我们出示一个 年收入时 房子月租金40倍的一个收入证明 但是在当时呢 我是并没有这样一个 那么高的收入的 所以呢 他们就提供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你在搬进来之前 你可以自信付进 接下来12个月的房租 那当时为了租下来 这样一个地段 在搬进新房子的前两个月 就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呢 我下定决心 我要赚过一年的房租 所以在那一段 短短的时间里 我疯狂的出去拍照 然后任何人来找拍 我都会拍 基本上每天都在工作 那在就是不眠不休的工作了 两个月的时间之后呢 我就凑齐了房租 搬了进去 那可能 这件事情说起来还蛮轻松的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讲 或是 任何对摄影行业有了解的人来讲 你会知道可能 连续拍摄 连续工作 近60天的时间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负荷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工作强度 那可能也是 因为当时的这样一个高强度的工作 让我 当时腰 就是腰受伤了 然后这个腰伤一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完全康复 也是在慢慢的恢复当中 但是因为其实我也不后悔 做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 在搬进新的地方之后呢 我除了很多很好的作品 都是在这样一个 独立的空间内完成的 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去做自己想做的拍摄 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觉得 这件事情这么大的挑战 对我来讲 克服过来了 它的结果也非常好 所以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啦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想要在美国 找到自己的一份职业 并且把这样一个职业做好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你不需要刻意去迎合这里的文化 不需要刻意迎合这里的人 或是一些特定的 约定俗成的一些 调调框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纽约 我觉得美国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在这里呢 大家都很鼓励 并且很欣赏 你可以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和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人 作为一名华人摄影师 对我来讲 我很希望自己的作品呈现出来 不管是拍亚洲的模特 还是西方的模特 我都很希望自己的作品 依然可以保留有一些 中式的传统的古典的东西 这不光是反映出 我从小成长所在的国家的文化 也反映出我自己本身 从小受到古典音乐的熏陶 受到一些传统的教育 也反映出我自己的个性的 一些风格 所以不去刻意迎合 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业的重则 第二呢 就是 既然你已经来到美国 我觉得也可以 尝试去结合一些 中西文化 相碰撞 相交融的一些艺术的表达方式 就像我可能机会拍中国模特 也会拍西方模特 所以这都是可以有 尝试不同的方式 那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华人 想要在美国 把自己的职业做好 我觉得英文好 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特别是从事创意行业的人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呢 你需要做的不光是安快门而已 你需要做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你需要知道如何面对你的客户去展示 你自己独特的个性 以及如何让你的个性反映在你的作品当中 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站在别人面前来呈现出来的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会用一个当地的语言来表达出你心里的思维 你心里的想法 以及所代表你的作品 呈现你的作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语言呢是很重要的 我好 很重要的 很好 好 我好